曹延磊精湛棋艺经验亚运会 击败郑维彤夺冠之路 在第十八届亚运会的象棋比赛中 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 在曹延磊和郑维彤之间展开 两位象棋大师以精湛的棋艺和深厚的实力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智慧的盛宴 曹延磊一开始架上了当头炮 郑维彤平风马应对 曹延磊形成了加码的锅 当头跑 对郑维彤的中路产生强大攻势 郑维彤赶紧调整阵型防守 之后想通过对子简化局面 从而化解曹延磊的强大攻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料对子之后 曹延磊第二次行程加码当头跑 郑维彤赶紧从中路跃马 响家后中路防守 然而正中曹延磊的弃马陷阱 曹延磊大胆弃马踩箱入局 气氛十分紧张 郑维彤手脱下巴陷入场口 之后果断用向吃马 不料曹延磊再次弃马攻杀 如果郑维彤用车吃马 曹延磊炮轰单响 之后霸王车配合炮 形成平顶冠绝杀 郑维彤无奈之下 只好上市解围 曹延磊白痴大马后车炮阵住中路 曹延磊的攻势再次袭来 经过激烈角逐 曹延磊炮 曹延磊炮 黄酒 曹延磊炮 将磯 bot 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军 最终曹延磊凭借出色的战术运用和稳定的心态 成功战胜了郑维统 赢得了这场备受瞩目的比赛 接下来一起回顾这盘精彩棋局 比赛开始后 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展开了一场针尖对脉盲的较量 曹延磊以稳健的开局 逐步积累优势 给郑维统制造了巨大的压力 而郑维统则不甘示弱 通过巧妙的布局和反击 一度将局势扳平 然而在关键时刻 曹延磊展现出了过人的洞察力和应变能力 巧妙地化解了郑维统的反击 并将优势转化为胜利 整场比赛中 曹延磊的棋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他以深厚的功底和精湛的技巧 成功压制了对手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场胜利不仅彰显了曹延磊的实力和才华 也为中国象棋队在本届亚运会上 再贴一枚宝贵的金牌 比赛结束后 观众们为曹延磊的精湛表现热烈鼓掌 为他的胜利欢呼喝彩 而郑维统也在比赛结束后表现出了 大方和从容的风度 与曹延磊握手 并为他的表现表示赞赏 这场比赛充分展示了象棋运动的魅力和精神 也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视觉盛宴 将军